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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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們要介紹模糊規則 模糊規則在模糊控制系統裡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基本上模糊推論系統是用If Then的這個邏輯來設計模糊規則 比方說如果天氣很冷則我們就會穿衣服 或者說車子跑得很快則我們需要煞車 這種若怎樣則怎樣就是一種模糊規則 接著讓我們一起來學習模糊規則的應用吧 獲得模糊規則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方式是基於專家的經驗和控制概念 第二種方法是收集量測數據 並通過特定的演算法來訓練這些數據 模糊規則也稱為模糊If Then規則或者是模糊蘊含 具有以下通用的格式 若X是A則Y是B 語言值A和B是由基於語集X和Y上的模糊集合 或者是明確集合來定義 在模糊規則中 在模糊規則中 X是A被稱為前提或者是前見步 而Y是B被稱為結論或者是後見步 例如 如果電壓很高 則電流很大 或者是如果溫度很高 則閥門很小 或者是如果壓力很大 則體積很小 如果力量很大 則位移很大 這些都是模糊規則的範例 模糊蘊含可以被視為 是在X乘上Y上所定義 以及A與B連結的模糊關係 R of XY 如圖所示 我們希望找出 若A則B的模糊蘊含 也就是A與B連結的模糊關係R 模糊蘊含或者是模糊關係的 归屬函數 有以下兩種常見的計算方法 第一種是以A與B的模糊 归屬函數交集而得 也就是取最小值 也就是R等於A乘上B 則我們可以用 minima of UA of X 跟UB of X 來計算 這個R的歸屬函數 UR of XY 第二個是以A與B的模糊 歸屬函數 乘積而得 也就是我們利用 minima of X乘上 minima of Y 去計算 minima of X 在後件部的部分 模糊規則可以分為 語言式的模糊規則 和函數型的模糊規則 圖中可以看出來 後件部的部分為 語言式的模糊規則 和函數型的模糊規則 而函數型的模糊規則 又包括了線性函數 與單值函數 語言式模糊規則 也被稱為 Mardini模糊規則 例如某個模糊規則 M of J 若X1是A1J 以及XN是ANJ 則Y是BJ 這裡面這個J 是模糊規則的數量 而A1J A2J 一直到ANJ 還有BJ 全部都是模糊集合 則 這種形態的模糊規則 我們稱之為 Mardini模糊規則 函數型的模糊規則 它也被稱為 Sageno或者是 TSK模糊規則 其中 D類為線性函數規則 例如 模糊規則N of J 若X1是A1J 以及XN是ANJ 則YJ是等於C0J 加上C1J乘上X1 加上... 加上CNJ乘上XN 其中 J是規則的數量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出來 在後件部的部分 YJ 它不再是一個模糊集合 而是一個線性函數的組合 所以這一類型的 我們叫做Sageno模糊規則 或者是TSK模糊規則 而函數型的模糊規則 第二類是單值模糊規則 例如 模糊規則N of J 若X1是A1J 以及XN是ANJ 則YJ是等於C0J 其中 J也是模糊規則的數量 這邊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後件部YJ的部分 它不是一個模糊集合 它也不是一個線性函數的組合 它就是一個常數 那這一類的模糊規則 我們稱之為單值型的模糊規則 接著以一個範例來說明模糊規則 如圖所示的導彈板 具有-20度到-20度的擺動 可由直流電機來控制 而U是輸入訊號 代表對平台移動的外力 若導單擺向右倒下 則須施以對平台向右移動的外力 以保持平衡 反之 若導單擺向左倒下 則須施以對平台向左移動的外力 以保持導單擺的平衡 而在模糊規則中 語言式的變數是角度誤差和角度誤差的變化 我們選擇語言值為 下圖為 語言式變數的五種模糊集合 分別由模糊規則函數 一些模糊if-then規則列出如下 若誤差1是NB負大 而且誤差變化量Δ1是NB負大 則控制輸入U是NB負大 這個意思就是說 若導單擺向左倒下的角度很多 而且導單擺向左是快速倒下 也就是角度變化很快 則須施以對平台向左移動 較大的外力以保持平衡 若誤差1是Z10 而且誤差的變化量Δ1也是Z10 則控制輸入U是Z10 這個意思就是說 若導單擺幾乎保持平衡 而且導單擺幾乎沒有角度變化 則施以對平台的外力可幾乎為0 若誤差1是PB正大 而且誤差變化量Δ1也是PB正大 則控制輸入U是PB正大 意思就是說 若導單擺向右倒下的角度很多 而且導單擺向右是快速倒下 也就是角度變化很快 則須施以對平台向右移動較大的外力以保持平衡 在食物應用中 常將所有的模糊規則 以導單擺為例有25條模糊規則 建立成所謂的模糊規則查詢表 Fuzzy Lookup Table 用來節省晶片計算的時間 接著我們對這個單元進行總結 首先我們介紹了兩種方法去進行模糊規則 通常我們會用if then的概念來進行模糊規則的設計 比方說如果番茄的顏色是紅色 則番茄代表成熟了 若怎樣則怎樣就是一種if then的規則 通常我們會用口語式的模糊規則 另外一種會使用的是所謂的函數式的模糊規則 口語式的模糊規則是由英國的McDanny教授他所發展出來的 這也是最早的模糊規則的應用 比方說我們的智慧模糊洗衣機 就是用這種方式的規則來設計的 但是函數型的模糊規則是由日本的Sagano教授他們發展出來的 目的是為了確保系統可以穩定 所以透過這種函數式的設計 我們的模糊控制系統 就可以透過很嚴謹的方式來證明系統是穩定的 那最後我們利用if then的模糊規則的概念 我們進行範例的解釋 以上是這個單元的總結